R129 車輛不太適合你們 感覺就像50年後兩輛駕駛太空船的嬰兒 再批評2002年Ferrari 296 GTP 速度有多慢 操控有多差的感覺一樣 完全代表不了 資料都好像在網上找來的 沒有感受到當年親眼看著最新科技的 有股震撼 連隔壁台那班老前輩都不做懷舊車系列 你們做的更覺得格格不入 不好意思 No offense 嘩 救我們 這個是Traffic Offense 你以為是你 上車吧 我被人抄牌 我不會因為這些無聊人而不試舊車 當然啦 它是見識識見多識港 被當年的科技震撼過 但別說這部SL600R129 我到今時今日都被它震撼到 真的震撼教育員 我剛才被從元朗出來的時候 因為這部600SL是正規一點 因為前期它的名字還叫做6T 這部車是用了M120 6.0 V12機器 很多人都稱它為Sonda 其實這個說法一點都沒有錯 因為1999年 搭配Sonda C12 的確是用了這部引擎 而HP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這部車在1993年時 已經有400匹 讓我來看看 我很喜歡它這種Smooth的動力發放 它那種 我剛才說的 好像將一部很大的力量 斬了100件 然後是很細密的 綿密的給你 我還有一個再精準一點的比喻 就是你在酒吧 那個玻璃桌上 滲滲 有一隻杯子 有些水 由酒店滲滲到你 就是在最後一二一噴 當然了 你說它是油的一件事 但它的Performance是絕對勇猛的 沒錯 即是1993年 408匹是甚麼概念呢 是比起當年的911 Turbo 最大馬力 給了300-400大馬力 說跟它差不多 可能是512 法拉利512 差不多 那些 說的是一輛Benz 一輛SL 相對看來是一輛私家車 這輛車的車有這樣的匹數 是很誇張的 當年有沒有AMG 是有的 有甚麼甚麼SL60 SL70 SL70 但那些其實 跟現在的AMG 是沒得說的 那些是再特別一點的 那些是好悍的 不是一個不算是量產的車 有600就算是量產SL最強的版本 今時今日我覺得它仍然是一輛快車 我們那次駕駛850R 我們會覺得當年是厲害的 但今時今日就普通通 但這輛車仍然是這麼厲害 它應聲彈出 給Core來看看 嘩嘩嘩嘩 嘩嘩嘩 真的很小 但它顛著顛著 你以為它的車這麼大 因為我經常認著這輛W140的開篷版 其實它實際上是W124 但它的重量 這輛車也說到兩噸 它的Mask是很大的 所以我剛才說 如果你快駕駛 其實你會看著 好像一輛很快的四方鑽 向前衝 如果你說Voro是一輛石屎磚 這輛是一個禁鑽 禁鑽就是了 你會否覺得它的份量是更厲害的 而且這輛車的不論是Mask 它的安全性 其實當年來說是頂級的 我想不單是因為有很多科技 有很多Equipment 剛才我們只拍產品 你數給Chris也要數一段時間 一來這輛600SL 它的選擇特別多 二來R129是很創新的一輛車 又好像它的車頂一樣 我們這輛Boxer 1996年推出的產品 它的篷是電篷 也很快的 但是你也要有手蚊扣 要在這輛 但是在SL的世界 你不需要修理指甲 你只需要在這裡按按鈕 停車 不用P-Ball 不用拉走 停車就行了 就保持它30秒 十多支押壓 它就會跟你 這樣就跟你接了頂 其實如果我演給朋友看 其實都很粗暴 真的很粗暴 它都很大力 它有幾個人運動的時候 但是大家要記住 它用這種方法 是不一樣現在的車 它用Hydraulic 其實是複雜很多 你想想這輛車正式推出1989年 它研發這套車的時候 真的是80年代 80年代可以做到全電動的電篷 是很厲害的 當然你說後一代的R230 它也是變形金剛 它是摺疊式硬頂 但是那一隻硬頂 再複雜過這個頂 維護起來也會更麻煩 因為那個摺疊式硬頂 是要進入Hydraulic有的 整天要進入 其實它的再前一代 我覺得它還是比較經典 那次一代的曲子 R107 李小龍開的那一款 陳百強也是捧場客 是陳百強不是陳百祥 即是Danny Danny Boy Danny仔當年也是開R107 這架R129 你說影視作品 其實不論是香港港產店 荷里活都是大把 我自己個人最喜歡 就是1995或1996年那一套 我是一個賊 邱淑貞在旺角花區 在R129 SL320 下車 打開尾蓋 整個尾蓋都是手樓彈 一下子調到何國榮 那個畫面很漂亮 除此之外 Danny Honor 亦有一部同樣顏色的 500 SL 沒錯 你說駕駛SL600或600 SL 有甚麼人呢 以我所知 香港各庫城是駕駛SL600 另一個城有錢的呢 李嘉誠也是駕R129 你別以為李嘉誠是出入司機 可能十多二十年前 他都會駕駛R129 去深水深灣高爾夫球場 打球 當時他接受電視台訪問 他說 整天打球這一個多小時是屬於自己 這一個多小時 他亦都跟R129分享 就是屬於自己 所以R129是象徵著 90年代 不論有沒有錢 成功人士的象徵 它的樣子就是成功這兩個字 如果它是一個灰色 銀色就像是西裝 或是創世紀那些 其實畫面對於我是很深 所以你別說我沒有被R12震撼過 我們也是那個年代 我小時候看電視劇 這部是公子哥兒 不論是渣男也好 主角車都是拿下車 都是駕駛R12 我記得唐文龍有一個鐵將軍的廣告 在翁亞三皇飲茶 叫個嗶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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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嗶啱 現在R129被人偷 當然R129 現在雖然是榮升一個modern classic 的地位 但我曾經覺得它是一輛挺老土的車 在R230 SL 當度的時候 你看看這輛磚頭型的 SL 然後你覺得好像舊了很多 舊默默的 字幕那樣就是默默 首先很舊的 很老套 但現在 已經是90年代內的東西這麼好 J的時候 這輛車是香的 它亦是全世界第一架車 將安全帶進入椅子 以前560SEC 即是C126 有個機械被他來自江湖 Let's go my brother 這樣是另一條安全帶給你 Fans為了解決這個比較遠 而且始終開篷車沒有B柱 即是那個點 對 裝在這個位置不太好 索性這架這麼厚實的椅子 它是融合安全帶 而且電動頭枕會連接安全帶一起移動 其實這架很貼心 這架車有暖椅 有ADS 不是廣告 Adaptive Damping System 嘩 現在的車基本上 開始越來越多出現在車 沒錯 當然這架系統 其實我按著它和不按著它 它的分別就不是很大 即是不像遲有那些 即是硬起來有很明顯的分別嗎 沒有 90 年代所有電子避震 都不會差很遠 當然 日子有功 硬的程度也沒有以前那樣硬 有機會的 還有氣壓升降避震 剛才我看見你有動過的 對 這些全部都是R129引以為傲的科技 其中一個我自己很喜歡的就是這個Robar 這個Robar 其實suppose 你會看到你有危險 它會有0.1秒的時間彈出來 來做一個防滾架的作用 但是很多R129的車主都喜歡 隔起這個巴巴 因為這個巴巴 這個巴巴是前面條 好 因為這條巴巴 其實我覺得是很Signature 之後的R230 我記得也有這樣的巴巴 但是沒有R129那麼Iconic 這個其實大大增加了開篷車的安全度 因為很多的巴巴 以前是緊張的 或者是兩個橫的 但是一個這樣的 就像購物欄一樣的 這是一個很Iconic 的設計 而且我看電影以前也看到很多人坐後座 就抱著這條巴巴 好像玩過山車一樣 其實這個車的後座對我一個迷思 即是坐不坐到人呢 對我來說是XL Roadster Roadster應該是兩個位置 而且看上去這車都是兩個位置 你不會預期後面坐到人 但是這一架是坐到後面的 我也試過坐到後面 即是它不算是Dock Seat 是不是 不是它是Dock Seat 但是 reasonable 不reasonable 但是它是一個位置 它是一個兩點式安全帶 我也考究過這個問題 其實是否所有R129都是四座位 不是的 去到美其來香港那些 其實是淹了後面的兩個位置 即是真的就是2-seater 變成2-seater 因為有人說2點式安全帶坐後座 開篷車很不安全 所以後期是沒有了 當然這張椅子真的很雞勒 食之無味 氣之可惜 但它也不是很亞位 其實你拿來擺東西也是一樣的 都可以 都是一樣的 沒有什麼大分別 你經常說 那時我和你剛認識的時候 就經常說 喜歡什麼車 我都說很喜歡那一代的R129 你經常說 駕駛出街 真的駕駛出街 駕駛出街這句說話 是由70年代已經可以這樣說 因為當年是Benz熊 是因為它駕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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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駛 當年它駕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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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駛� 又有些難度 或者取捨是同一層樓 現在買新車只是月供 月供3000元一個月 可能是供一個電話 只是供款期長短的問題 買車現在變得更輕鬆 當年你想買一輛車 不論是日本車或歐洲車 都是一個不小的數目 當然以前賺錢容易很多 現地黃金 但是話雖如此 車當年比例上是很貴的 尤其是Benz 我一會看TVB新聞檔案 90年代人夫行 曾經推出優惠價的1902 是如現在的人炒Tesla 炒電車 是一樣的 即是便宜價賣回來再炒出去 是啊 如果人夫肯特價賣一批車 人們會搶那堆Quota 他們不是自在擁有的車 即是拿去投機 拿去投機再轉手賣給人 當然SL 銀碼的車 是百萬級 就沒有那麼輕易炒賣 但是我相信你當年 這車剛出 你想取得Quota 你不跟售賣者比較熟 你也不用指望 是的 但是30年之後的SL 現在Benz那條線都變得複雜了很多 而且我覺得 因為以前那些車是沒有那麼多 現在那些Potermite太多 很多時候我經常都說 這個好像又重疊了 我就覺得新的SL 好像AMG GT-C 就是Royster那些 是的 即是有這些感覺 我就覺得有沒有需要呢 反而覺得現在 上一代的S-Class Cabriolet 開篷的S-Class 就有點像當年R129那種身份 是的 但是當然有些人說 那輛不是SL 而是S開磨置 但是那輛氣場的身份 是比較像那輛 現在的SL 又想變回輕巧的小跑車 但我不太肯定現在的人 是否還想要這件事 沒錯 其實很多Royster 你也看到很多廠都已經是discontinued了 但SL 是不是一個不可以放棄的車系 因為它始終是好標誌 或者是Benz一種 300SL Go-Wing 190SL 這些全部是 象徵著Benz 最光輝 最美麗的那個年代 你可以說是代表了他們的品牌 是的 等於保釋車一定要做救了一 Benz 不可以放棄S-Class 不可以放棄S-L 對 這兩個王太車是來的 即使它不穩定也要做 覺得要做 一定要做 對 我覺得這輛車 我沒有想過它的靈活性是這麼高的 或者它的操控表現比我預期中好這麼多 因為以前那些舊Benz 你會覺得 駕駛駛上去應該沒有理由這麼一致 這麼一體態 駕駛船 有點要慢 好像說是日輪的龍蝦 它那部是E280 亦算是美期款 馬力也是算不錯的 亦算是有190 US 但那個車軟的車軟好像駛船 又像Benz 博力 Benz 貓力 就是Benz 真的是辦事不力的 所有東西你會覺得很油膩、很頓 是縮縮駕駛的,是上下樹的 駕駛 W140 也是 那輛就像駕駛坦克車 但都是很頓,所有東西都不太睡醒 這輛車是很冷靜、很放鬆的 但這輛SL 雖然是 W140 那輛車 但你走高速的高速彎是不需要修正的 是定著溫态,很滑稠地過了 而車身動態亦都不太突厚 我坐過後一代的 R2 30 SL 55 那輛車有ABC 避震 Active Body Control Suspension 那輛車轉彎時的動態是不自然的 是站得很硬的,不知為何 我便覺得這輛車是很重的 應該過不了,應該有很多Body Roll 但又不是很沒有Body Roll 那輛車我便覺得有點怪怪 但這輛車有Body Roll 所以來得自然 它有一個硬度 即是會坐少許適合 即是你覺得這輛車有這個Mask 它入彎時應該有這樣的Rate Transfer 但它不會Over 即是剛剛好,Controlable 我覺得它比起當日的3R5 Spider 更要好 你明白嗎? 我明白 那輛3R5 你跟坦坦你會覺得 這麼輕 是不配合的 但這輛車是設定得很好的 我純粹設定得很好的 不是去快速或公彎 純粹說Engineering 這輛車的操毅 我夠膽說應該是90 年代的巔峰之作之一 140 也是其中一輛 140 也是其中一輛 我挺喜歡這個感覺 我看著一個Hood Ornament 這樣開車 我們現在來到當年同等價值的地址 太古城 我當你中了六合彩或有300萬遺產 留給你 你當日選擇購買的600SL 你今時今日 是怎樣呢? 會有什麼下場呢? 我想知道 現在好價是30萬一輛 你想想你開著一輛太古城 嘩 你真是已經 唉 不憂了 當然是不憂了 憂得我 當年開600SL 當然不是只有300萬在手 當年就可能有幾輛太古城再加一個SL 可能是開罰太古城的人 對吧 沒錯 開樓外出這件事 真的不是那麼容易去達成 所以說這些東西的時候 只是說 其實現在樓的貴得太厲害了 樓的貴得太厲害了 我覺得車沒有那麼矜貴 亦都變成很難體現到一個貴的價值 對 我覺得這輛車完全體現到當年為何值200多萬 當然 你可能說代理食水好心 在美國可能買一輛100萬左右 再說 香港一向買車是貴的 這個是當然的 但以當年的造車工藝來說 真的高到三、四層樓那麼高 開篷車 我們去衡量它是否一輛做得好的開篷車 這輛車是 Skuttle Shake 所謂Skuttle Shake 就是因為鋸了車頂 你和輪胎一定會感覺到有少許震動 這輛車我駕駛了幾天 一下我都感覺不到 還有一些歷史的車 近三十年車 我完全感覺不到這輛車的剛性不俗 神經病 Skuttle Shake Skuttle Shake 是很直接地告訴你 是否閃動還是否閃動 我告訴你 我在某本地租車公司租了一輛 不是很舊的開篷歐洲車 四座位 那輛車是有Skuttle Shake的 是閃動得很嚴重 是嗎 那麼糟糕 你借給我 即是你幫我搞那輛車 嘩 那輛車 真的散 但這輛車 可能由Ground Up 去是Rodestar 當然它是用124的底盤 但它的工程是完全沒有駕駛 沒錯 而且真的可以耐久 他們經常說 Bansy這個年代做車的時候 它都是貨車耐久多年 如果有限期 我起碼是一萬年 其實工程師很浪漫 還不會跟你說什麼環保加 不會說這些東西 它又用環保加電線 這是其中一個問題 但是你摸到的東西 你接觸到的東西 是不會很容易變質的 是 說兩個字都是高質 哇 RR29 真是RR29 體驗到它的氣派 你又哪次試完車 不是 850 RG 850 我主名對白來說 真的令我感受到那種氣派 我經常不明白 為何駕駛車 以前你說很fancy 舊Bans 還要追捧V12的版本 但現在駕駛過一次 和錯過一次 你明白那個道理 很多人玩 冒著這麼貴的牌費 有錢保養 都要養個600 就是這個意思 事實上 R129在二手市場 600的價值 亦都是比起 320 和500 為高 因為 它這副體驗特別 還有很多人 想玩R129 就想玩這個氣壓避震 當然 這個氣壓避震 今天都著過一次燈 但都是短暫的 一式車就沒有了 不知道是真的壞 還是有時發一點點脾氣 這輛車 為何我們這麼喜歡 其實 沒錯 我們還未出生 但它帶我們去一個很嚮往 我們在電影世界 電視劇才能看到的香港 或者這個世界 我覺得那個時空很美好 人總是比較懷舊 我覺得懷舊是沒有罪的 沒錯 懷舊是沒有罪的 觀眾們 不知道你們覺得 我們說 鬥車是怎樣 你們應該 喜歡的就繼續看 不喜歡的 我給我建議你 退休了它 Briant X 這個年輕人這麼熟口 R129 R129 你還未出生 這個腦袋真的搞不定